各位逃客們 我是通風老套 義胖底子帶你一起 爽吃冰棒 最近夏天這麼熱 你們是不是也忍不住 每天都想吃冰棒 我就是 我每餐飯後一定要吃冰棒 飯後煙 啊不對 吃飯後冰啦 那樣 飛飛飛 我不抽煙 就是吃飽 想來個甜點 結束一個完美的甜點 你們會嗎 上次除了雪派之外 我們其實平常超喜歡吃冰棒 所以我們就吃了很多 不管是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排行的一個人 不管我們出去玩啊 我們就會排說這趟旅程之後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開始排行 最好笑的事情是你們 或是最好吃的美食是什麼 對 美食 什麼都要排行 你們心中也會吧 很常會想要在心中放一個 TOP 10排行碼 一個小本本 每個人都該有一本 自己的 小本本 所以我就把那小本本拿出來 然後吃到好吃的冰棒的時候 心中的啦 心中的 然後就把它記起來這樣子 有時候出到新的 直接空降 所以今年有些空降的品項 或即進排行榜的品項 跟著我一起去吃 2021居家版 爽吃冰棒 爽吃 我吃冰棒一定會這樣拿 因爲我不敢拿那個冰棒櫃 因爲我覺得很像看醫生的 我從以前吃冰棒都會這樣子 藝美雪糕 非常排味的一款 近幾年流行的那個 還原冰棒 來回憶放進冰棒 大家都有吃過這個吧 藝美巧克力脆片 19年就已經有了 但是我今年才遇見它 所以不管 它就是要進我的排行榜 它這裡面呢 是非常厚實的 它就是給你一個巧克力的Punchline 顏色呢 是黑巧克力冰淇淋的顏色 可是它又不會那麼苦 然後中間什麼時候你會咬到 巧克力脆脆 它小小缺點就吃到最後尾端 會有點膩 可是不得不說它再咬下去 第一口真的很爽 晚上不小心那個叫得太清淡了 就只有一個乾麵 但是你今天想要 隆重收尾 我們來這支就對了 第九名呢 是今年新出的款式 十粒茶庫的 玉智金石三層雪糕 十粒茶庫呢 是在京都很有名的一間 抹茶店 對 然後我們之前有坐在那個鴨川旁邊 買的十粒茶庫 玉智金石就是 紅豆抹茶 但是它自己擅自給我諧音了 叫 上層是抹茶 下層是煉 紅豆抹茶上面要淋上煉乳的那個感覺 它就是茶色耶 非常漂亮的茶色 嗯 十粒的抹茶香就是十粒的抹茶香 它不是那種廉價抹茶的味道 它是會有一個很淡很淡的清香 是有點接近茉莉花茶的那種清香 但是是抹茶清香 香氣非常夠 它的外層是有點接近冰棒冰沙感的那一種抹茶 然後它是那一層才加抹茶冰淇淋跟紅豆 所以你咬進去的時候 你會直接先第一口沖到抹茶的香氣 然後才去感受冰淇淋的那個乳霜的味道 因為它叫做玉汁晶石 但它還做了一個很玉QQ 就徒佔一個口感啦 但我沒有一定要那個QQ 我覺得抹茶紅豆就是淋在一個高級的味道 你看它後段的地方 是煉乳加抹茶冰淇淋 它底層的煉乳的部分 真的就是比平常的牛奶或香草冰淇淋 再濃一點點了 這個使用時機是週六午後 你想要來點下午茶 冰箱裡放一櫃這個 打點陽光 看著外面的樹蔭 氣質之中帶點點雅 高雅之中要花一點錢 55塊的冰棒 第八名 韓國雄金青梅冰 這支打開就真的非常漂亮欸 吉亞冰的典範 它有經典的兩款韓國的飲料 青梅 另外一款 雄金西克冰 我呢 就是一個比較偏愛清爽派的 其實它本來還不在榜內啦 我是要找另外一支冰棒 也是韓國的冰棒啦 但是今年 我跟它大概跑六七家吧 七八家 八家 八家7有吧 就是沒有賣的 我想推薦的是那款 韓國雞果冰 我就是喜歡 它外層的這個 青梅這樣酸酸的味道 它呢 一樣是雙層 外面這層 吉亞冰的那種口感 裡面吃進去的時候 你會吃到 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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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我就說現在的冰棒 沒有兩層 裹不下去吧 這一款如果比你台灣的那一款的話 大概就是 情人果冰 很像放逐家的時候 然後阿嬤自己釀的那種妹子 然後你坐在那個樹下 騎著腳踏車 然後就把手放開這樣子 然後飆回來以後 把腳踏車丟著放著 坐在那個板凳上嘛這樣 這隻給我就是這個感覺 夏天的感覺 第七名 crunch pie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crunch cheese pie 老爺本人坐在那邊這樣 我們要出一款全新三層口味 你們覺得要叫什麼名字 報告 我想我們就叫做脆脆的皮 加上這個派的感覺 不然我們這款就叫做 crunch pie crunch pie crunch cheese pie 我愛力100分啦 力久不摔啦 這個就是那個冰櫃 沒有一樣你滿意的 你就會拿這樣 絕對不會失敗 這個是1991年 我剛剛查了 91年就有了 經歷時間的淬煉 他早就超前部署了啦 在我們出生的年就知道 現在活在這個世代 沒有四成 活不下去啊 難怪他可以歷久不摔 他外層脆是無人能的餅欸 然後他巧克力是屬於甜的 但他聰明的地方 他是用中間的香腸那一層 去綜合那個巧克力的蜜感 最後裡面那一層巧克力 就是杜老爺的巧克力冰淇淋在最裡面啦 他有出一個玫瑰焦糖 鹹鹹的感覺 我覺得那也滿好吃的 這留在後代子子孫孫都必須要吃過這段 crunch pie crunch pie 第六名 是一張哈蜜瓜 shakeup desu 這個牌子呢 出還滿多水果系列的 有一款哈蜜瓜也是滿歷久不摔 有一直在排行榜上的韓國哈蜜瓜地方 Top10的排行榜只能有一個哈蜜瓜霸主 有一種哈味嗎 聽得懂就代表你有點連結 哈味 這個哈蜜瓜會入榜的原因 絕對是 我就是喜歡雙重口感 外面那一層 清冰的口感 然後那一層 是雪糕感 這個確實就是 紅肉哈蜜瓜的味道 紅肉哈蜜瓜味道真的比較甜一點點 韓國那個是綠哈蜜瓜 然後就是春雪糕 但他也很好吃 北海道非常有名的哈蜜瓜地方 就是在西章 在假房附近 幸福之一 這款的感覺 比較像是 你已經長大了 你不再騎著腳踏車了 你開著車子 在日本的鄉間 在夏天的時候出遊 戴著草帽 開往冰海的路上 然後在車上覺得很熱 啊下去買一隻冰飯好了 上車開門這樣 然後這個味道 對 他外面那層真的很好吃 如果他整隻都只出外面那層 哈蜜瓜青餅 我可能也會喜歡 解渴跟夏天的感受 吃飽了 飯後一定要來一根吧 倒數五名期待嗎 第五名 名字3488 巧克力雪糕 冰品類 就是特愛巧克力 只要那一家賣冰淇淋的店 巧克力好吃 其實就一切好吃 名字就是品嘗 一般巧克力我也很愛的 脆的感覺 它的層次是這樣 你一腳下去就是 這樣脆脆的感覺 冰淇淋的奶香就這樣炸出來 就溢開在那個脆片當中 激情被你整個嘴巴融化吸掉之後 最後還有一點巧克力的苦味在後端 它還有出50%的 它這隻吃到後面沒有第10名的那個膩感 第10名吃到這裡就會覺得有點 啊 我需要水 我需要水 第四名 卡里卡里君 葡萄口味 這個系列大家有看過嗎 就是這隻猴子 葡萄 白葡萄 荔枝 可樂 清冰 日本冰棒界國名猴 它是國小神 它還有一個音樂 卡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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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 好香喔 它一打開就有一個非常葡萄的香味 我知道葡萄很容易是化學味道的 它就是一條線 一個叫做藥水 另外一邊叫做香葡萄 但是還是化學 它是不明顯的雙層口感 它外層一樣是吉阿冰的那種清冰的感覺 然後內層是那種碎冰 所以碎冰吃起來的時候會怎樣的 卡里卡里 來 我不得不說啦 還原系列有一個做得非常漂亮的 想給它外插一個名次 外插一個 海酒瓶 哇 你看 它就是比較清淡清爽 解膩千萬不要吃海酒瓶 因為我就是要來爽 它就是神還原海酒啊 重點是它裡面 我沒有吃過一款冰棒 真的像海酒的冰一樣 它裡面是Q的欸 Q的欸 它就是把海酒做成冰 好厲害喔 但是你自己又沒有辦法把海酒冰到冰箱裡 因為那會硬的半死 它是不是掉下來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辦法取捨 這個我大概自己吃半支 真的有點太甜了啦 你吃到很膩的時候 你又希望它下半部 是卡里卡里滑蛋 是清爽脆冰 你懂嗎 我希望他們可以聯名啦 在聯名前之後給他們 並列第四 終於來到前三名 這支就是老饕一定愛的 一美紅豆牛奶冰棒 怎樣都一定要迷過這支冰棒吧 這支冰棒跟我一樣大欸 這支大概從它15塊吃到現在吧 因為它的包裝以前是紙 你記得嗎 喔對 對 對 然後它才很進化 我阿嬤跟我講的 屁啊 這款就是 你邊騎腳踏車邊回家 然後放個書包 洗個手 慢慢坐著 然後坐到電視機前面 咬下去還是硬的 這款你們不覺得超硬的嗎 牙口要很好 牙口要超好 而且是門牙要很好 很傳統的味道 但是它有非常多料 重點是它不太融化 我不喜歡吃到尾巴 我要這樣 噓噓噓噓的那種感覺 我看人家吃冰棒 是受不了的 抿進去又再拉出來 又還有 家裡可能會有一兩包來一克泡麵 當長輩泡麵 這個就是會有一兩支冰棒 當長輩冰棒 我最喜歡吃到底下的時候 沒有紅豆 這支就是很台灣味 如果要做一個台日交流的冰品的話 我絕對會推出這一支 跟crunch pie 噓噓噓噓噓 台灣人有逆襲 第三名 經典歷久不衰 第二名 空降部隊 總是在夏天會有一兩名排行榜 突然有空降進來 很好吃的冰棒 然後我就那個夏天會對那一支冰棒 那一支冰棒的那一槍 有點像我的夏日戀曲 挖Cookies 鐵觀音 濃茶奶 蓋雪糕 你就想像阿基斯喔 挖Cookies 鐵觀音 它完美演繹了2021年 最具競爭力的冰棒 該長什麼樣子 好好吃喔 它除了雙層之外 它裡面也是內外雙層 它又有餡料 但是它的餡料 不老人 一靠近你會先聞到一個茶香 它第一口咬進去 它在你舌頭這樣滑來滑去的時候 最上面最好吃 重烘焙的那個味道 舌頭上這樣滑 雪花 滑個兩下的時候 那個中間那個奶茶冰淇淋 就融出來了 它中間這個雪糕呢 本身就是鐵觀音奶茶的雪糕 所以它不會讓你覺得很膩 然後最後再咬到一點點 送你一點點布朗尼的口感 這個出色 我很喜歡 它總共有兩款口味 一款是伯爵跟可可搭配的 這個就是鐵觀音奶茶風味 這兩種口味其實我比較喜歡鐵觀音 因為鐵觀音的味道 比較讓我有一個清新的感覺 巧克力的伯爵 它就是有一個柑橘香 因為我自己沒有很喜歡伯爵茶 你吃到尾端的時候 它有一個起司奶蓋耶 你們會全部吃完 然後在這邊再吃奶蓋嗎 我不會 我會剩下這一點點 徹著吃 可以吃到兩種風味 它不是牛奶冰淇淋喔 它是奶蓋 它是有什麼 那個奶蓋的風味很厚 然後配上那個茶的味道 我只能說它真的是高材生 而且它這一支很厚實 不會讓你覺得 喔我錢丟到海裡 一定很多人會問說 這款真的有這麼好吃嗎 其實我覺得 可能過兩三年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它普通了 可是它絕對做出了一個 文化時代好吃的雪糕 吃了這麼多冰棒 我覺得我吃到第一名 我應該還是覺得它是第一名 Footaba 雙葉牌 它這個有分成 富士蘋果 跟亡靈蘋果 都是青森縣非常有名的 蘋果之香產的蘋果種類 你先就從富士開始吃 欸我覺得你們也會戀愛啦 這個就是第一名 外面是那種脆脆的 它是用果汁去做的 所以你可以吃到很濃的蘋果味 我連現在講話 我的侯韻都很像我喝了青森縣的蘋果汁 然後它的內裡會是有一點點小小彈性的雪糕 非常好吃 又不會像嗨橘那麼甜膩 是清爽風味的 然後你的舌尖 就很像吃到蘋果泥的那個感覺 好好吃喔 然後連一拉出來就是青蘋果的口味 它以為得到一點點酸酸的果香 它不是那種蘋果汁的味道 它是青蘋果 有一種獨特的蘋果皮的香氣 青蘋果回來的味道 很像乳香 但是不是 你會知道它是蘋果的味道 我們小時候常常會吃到一些軟糖 是青蘋果製品的風味 你們吃到這款你就會知道 啊對啦 這就是青蘋果的味道 我現在就像青森縣去的一趟欸 我吃到青蘋果的味道 然後我又吃到富士蘋果的味道 就是一樣是蘋果 可是它卻可以做出不同風味 包裝做的美 清爽 果香 兩種風味 實至名歸 推薦你們去買來吃吃看 吃完這麼多汁 我自己是覺得驚嚇的名單 目前就是這樣的 歡迎你們推薦你們喜歡的冰品 讓我有新的 下日劈腿練曲 推薦你們 把喜歡吃的冰棒也排個名 欸會很有樂趣欸 吃到的時候你會覺得 我要去換我的排名了 也歡迎你們分享你們的Top10 讓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口味交流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可以嗎 切 這段要再寫進去 它現在已經可以放肆打嗝了 哈味 哈味 有一種哈味 就要撕這個 它是猴子 憲哥 姑娘 最像我最怕的那些 就很像醫生看牙 我現在有點想乾它 看牙齒這樣 阿啊~~ 又細 那個muj sim 就很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